講一下這個 講起烏克蘭 他們有些部隊 其實都有在前線上做偵察、作戰的情況 講一下這隊 這兩個星期 你看到他們都有一些陸軍 他們是山地旅來的 第128山地旅 這個很有趣 這個山地旅在我們剛才所說的地方 Piatikaki 就是剛剛我們說的三角地帶 大家還記得嗎? 讓大家看看 就是我們今天講這個位置 比較靠近中間的位置 接著我們就是講這個 Labrof那個地方 下面是Sea Bianchi Piatikaki 在Piatikaki那個地區 烏克蘭的陸軍第128山地旅 他在這個地方附近 測試俄羅斯的防禦工事 好幸好這個陣 在卡霍夫加水庫爾當 這裏附近應該跟水浸 關係就沒什麼關係 對 就是他後一點有個水壩 即是新卡霍夫加水壩就被炸了 我們發現第128山地旅在Piatikaki附近 他們發現在那裏的俄羅斯的部隊 比如一些親俄的民兵 俄羅斯的預備役 以及俄羅斯的政規軍 就在用T-62和T-54 所以現在他們在防禦區 就不是在用一線的T-72坦克 即是說T-72坦克現在最常見 應該放在烏東的地區 在這裏的湖南似乎他們就已經不是在用最新的坦克 按照俄羅斯的戰鬥順序計算 他們應該例如巴赫姆、努金斯克 頓涅茨克那邊是他們的第一線 紮波羅爾和赫爾松似乎是他們的第二線部隊 現在我們看到第128山地旅 他們的攻勢很厲害 他們的防禦區都沒有突破一些很特別的東西 因為現在在前線 其實部隊都是很小的 很散的很小的部隊 向前不同的地點做測試進攻 你說烏克蘭其實大概 整個攻勢就在6月4、6月5左右 即是真的在外旅行的時間 就開始了反攻 很多支部隊都會在前線的續線上活動 我們之前也說過 他們分開最少有三條主線的攻擊 另外有十多路的部隊 在前線去用 Suppose 也有很多裝備精良的 一些烏克蘭的鋁 在前線就有攻擊的 其中就打我們說的 摩基亞利 這條河現在就是比較主力的地區 那現在我們剛才說到是西邊的地區 那你還記得我們說的這個地區 其實是很小的 這部其實是比較靜的 所以這個第一二八山地裡 他們的偵察 這邊就會比較少 他們都會用他們的火炮 都會在前面開火的 然後他們慢慢就發現了 對方那些T-62 然後又發現了對方的T-54 就很有趣了 其實在這些比較山卡拉的地方 俄羅斯已經沒有什麼一線坦克了 全部都是用一些比較舊的坦克 我們就應該很早的時候 我想是大概今年年頭 去年年尾 我們就說過這個T-62的坦克 那時候就一列列的就運過去 在梅里托波爾的時候就讓大家看到了 一輛一輛火車這樣推過去 我們也跟大家說過的 T-62坦克 都未必是最終極的 但是你又不可以說 那些T-62坦克 跟以前 即是70年代 六七十年代那些 T-62是一樣的 它裡面的一些描具 火控 一定是更新過的 不過自在更新之後 都不是特別好 夜戰功能也都比較差 所以你的問題就是 你一去到夜戰的時候 你這些什麼T-62 那些弱點就會明顯暴露出來 就變成了一打夜戰 你就真的跟烏克蘭部隊就差很遠 即是他們的描具 即是你想想像大家看班加西大事館那樣 那套戲呢 其實你要看到就是 他打班加西大事館那些恐怖分子 明顯就是因為你美軍 為什麼這麼少呢 你看到那些韓國陸戰隊那些成員 這麼少人在手上 就是因為那個 第一火力就未必或者差那麼遠 但是呢 一個就開眼 一個就不開眼 這樣就差很遠了 就是我看到你 你看不到我 這樣就一個散牙雞 一個就是 暗中觸別那種的打法 但是其實它人數都差很遠 人數差很遠 但是就叫做 看到跟看不到 那個攻擊的分別就很大 那你說T-54對著了 就是例如我們 這邊你無論是T-72 T-64什麼都好 他們那個 夜視就說 你說是炮2 例如李嘉哲你對著 那你怎麼打呢 對不對 那所以那個實力的差距就很明顯的 我那一管 我不用去到 炮2的A6啦 我只是炮2A4 你都催我不想啦 對不對 那何況呢 其實 你說烏克蘭他們用M2啦 M2都是105大炮的 打你呢 就是T-62這些甲呢 就算你裝了Contact-1 用一些ERA我們說的反應裝甲 其實都沒什麼用的了 都是照樣爆的 而128這個中隊呢 他們本身的武器都舊的 不是一些新的 他們自己呢 最有趣的都是有T-62的 那他們又有BMP2的用戰車啦 那炮轄再加一些東西啦 那就是叫做一架戰車 去做攻擊啦 那所以在這邊西線來說呢 其實他那個戰鬥力呢 又不會輸給呢 俄羅斯這邊的 那力量上就相對平衡一些 那而呢我們看到呢 這十多天的戰鬥呢 128旅呢 和他們的那些偵察部隊呢 都已經向南推進了幾英里的情況了 那所以就 那個進展是算不錯的 那之前我們說呢 烏克蘭的攻擊呢 例如我們今天說呢 那個Labroff的地區 咳咳咳咳咳咳咳 然後打到進去呢 Pianti-Karki那個衛士呢 其實用很少彈打而已 很少彈打而已 烏克蘭武裝部隊都是集中打一些的炮擊 T-62T-54在坦克他們都在作戰 我們講到T-62T-54 如果他們在前線打 他們都可以當作炮兵用 但是他們的射程當然就沒有了 而他們的攻擊範圍都不是大 另外我們講烏克蘭 他們幫這個128山地旅 有第44炮兵旅 他們跟著做火炮的支活 他們本身呢 第44旅最好的炮 其實就是M777 最好的了 如果他們有神劍的 可以打得遠一點 如果不是的話 大概是20公里左右 是 他們也有前蘇聯製造的2A-36 射程更遠一點 不過就不準 所以在前線現在都是艱辛作戰 這些位置 烏克蘭的山地裡 其實你說現在的推進 主要都要提炮兵 炮兵他們之間的決鬥 都很重要 現在看到128旅 都繳獲了T-62和T-54 可能他們已經打爆了 某一些前線俄羅斯的T-54 T-62這些情況